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香港剛剛開了個發佈會,李家超公佈了香港一新的四大防疫新措施, 就是將原本外地入境香港的措施由3加4改為0加3, 這點是不是大家也猜不到呢?因為之前大家都在想要0加7, 猜不到現在今時今日直接就0加3,一夜去到這麼盡。 第二,上機之前是無需進行核酸檢測,改造快速抗原測試做代替。 第三點就是未完成疫苗接種的香港居民可以登機回香港。 第四,來港兒及回港兒的計劃將會不設限額, 亦都適用於內地所有地方及澳門來香港人士。 這個措施都算是今日來講幾震撼, 我相信這個消息一出,恆生指數一定應升上升。 還有這個政策他想繼續拖下去不放寬都是比較難的, 因為眼睛看到其實有很多生意或機會活動都被其他地方搶走了, 如果再不開放放寬些的話, 其實香港的地位或很多不同業務都會慢慢萎縮。 最慘的是去了別人那裏落地生根之後, 是很難回到香港, 因為你一次走一次入, 其實都是成本來的。 他們同樣都是計算的, 如果在那裏順利沒有特別事的話, 其實都不會再選擇回香港。 其實由這一點提到, 香港在這方面是有少少危機感的了, 所以直接不零加七了,零加三了。 但是同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, 仍然還未見得到有放寬的。 其實澳門同時都是需要香港的旅客的, 但是照現在這樣的情況來看, 香港那裏, 就算人家現在選擇要去旅行的話, 都會選擇是去的那些, 不用他們坐逆監的地方了。 即是說就算澳門要你在這裏, 零加三, 人家都會考慮來不來, 因為你零加三來澳門, 他不如零加三, 他去完人家那裏, 回到自己香港零加三算了, 就不要浪費幾天假期了, 因為打工仔假期很貴的, 不是說想幾時有又幾時有的。 那澳門方面幾時會開始放寬呢? 我們就再睇吓之後怎發展啦, 我們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